1968年2月14日下午 越南白羊座基地中 一种难言的阴霾笼罩了整个基地 士兵们不知道尚未说的尸体复活是真是假 同样的 他们也不知道越南人的投降是否真诚 战壕里的两个士兵问起了身后正在看书的黑人 对这件事情他怎么看 黑人士兵嘲讽着告诉这两个人 如果面前这群白人一天到晚 除了杂志和漫画之外多看看有用的书 对于这种事情最起码也会有一些见解 两个白人士兵听罢不爽的回答 那就请这个黑人教授来说一下他的高见吧 戴着眼镜的黑人士兵耐心的告诉他们 俗话说的好 相比朋友你要更了解你的敌人 也许这里有成天上百那种奇怪的尸体 但如果美方的军事实力和敌人残兵败将的谨慎脚诈相结合 这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合作 说完他又不怀好意地看向了那些越南人 他告诉自己的战友 无论怎么样 总之一旦这件事情开始 那么他们就会处于一个目标遍地的环境之中 无论是越南人还是复活的尸体 另外一边 亚姆疯狂地扫射着向他扑来的丧尸 这起突然冒出的丧尸实在太多了 他手里的步枪根本不能完全解决 就这样 亚姆只能边跑边打 突然在路过一片草地的时候 亚姆的军权仿佛秀到什么一般 凶狠地向着草地吠叫起来 紧接着 三个头戴斗笠的越南士兵从草地中钻出 正在亚姆为这种前有豺狼后有虎豹的绝境 感到无助时 那几个越南人却略过亚姆 向着亚姆身后的丧尸发起了攻击 松立一口气的亚姆看着身边凶狠的军犬 本来他想让军犬上树躲避的 但之后不得不嘲笑自己愚蠢的想法 毕竟活到这么大 还没有见过狗上树 善笑两声后 亚姆告诉军犬 这么多敌人他可能保护不了狗子了 现在狗子应该自己赶紧跑回白洋做基地 那里有战友 那里有保护 军犬仿佛听懂亚姆的话一般 轻易地填了他两口 便转身钻进了树林之中 另外一边 更多的丧尸出现 一个拿着镰刀的丧尸 趁着越南士兵换子弹的间隙 一刀挥下 瞬间便带走了这个士兵的性命 而其他三个活着的越南士兵 也遭到了丧尸的攻击 一个被靠近扑来的丧尸咬断了喉管 另外一个 则被美军打扮的丧尸 用刀子捅穿了脑袋 躲在树上的亚姆 看着下面发生的血腥一切 不停地祈祷着 希望这些尸体没有发现他 另外一边 医生与眼睛上位 因为越南人的事闹起了矛盾 医生觉得 这些人都已经投诚了 美军也说好了给予他们保护 但为什么 他们的人都分散在边界上 只有几圈生锈的铁丝 和一些地雷来撩一滋味 听了医生的话 上校顿时阴沉着脸怒赤道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吗 做这些已经是做到极限了 难道还要把这些 两个小时前还是敌人的家伙 放到军营里 和所有士兵一起同床共枕吗 一旦出了问题 整座基地都会陷入 万劫不复的深渊 万劫不复 听了上位的话 医生哀叹着转身离开了 临走前医生告诉上位 他真的很会使用措辞 那么 希望这个虔诚的上位 在祈祷开始前 他能为基地里的所有人 再次祈祷一次 上位旁边的士兵 拍着怒气未消的上位安慰说 这个医生喝了一些酒 现在醉了 说的都是一些胡话 可能他现在连自己说的话 都不明白 在一旁戴着眼镜的鲁乐长官 却觉得医生可能发现了 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东西 听到鲁乐长官有些唱反调的话 上位转过头告诉他 现在就连这个外人也要开始了吗 无所谓 毕竟是外面的人 又不是自己的手下 而且自己最能忍受的 就是一些不服从 鲁乐长官吐了一口烟 然后告诉上位 没什么服从不服从 毕竟 现在自己按照之前的要求 应该在柬埔寨 而他的手下 不是一军拿着步枪的士兵 而是几个拿着摄像机的蠢货 以及金发碧眼的蠢妞 自己这一次来白羊做基地 只是为了一点情报 要不是因为直升机上两个蠢货 和越南猴子精准的火箭筒打击 他也不会落得如此天地 听了鲁乐的话 上位扶着脑袋告诉鲁乐 现在一切真的太糟糕了 他和一生一起见证了那些诡异的事情 然而 知道事情的鲁乐长官 依然淡定地告诉上位 不要想那么多了 现在大家应该在等待那些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出现的复活尸体之前 补充一些能量吧 鲁乐冷笑着表示 按照上位手下士兵的身手 应该把直升机里的一些好货色 也救出来了吧 正在他打算让上位 开始召集士兵吃饭的时候 守在上位旁边的士兵 闻到了一阵十分刺鼻的恶臭 而上位也在探照灯的照射下 发现了那些漫山遍野 向他们缓缓走来的腐烂尸体 上位高声告诉鲁乐 不是想眼见为实吗 现在就是 说着便大叫着让自己的手下 对这群突然出现的丧尸 发起了攻击 此时躲在树上的亚母 给自己的家人写起了信 他不知道自己写的算是信还是医书 也不知道这些写的东西 家人是否会看到 因为他感到自己已经看到了死亡的深渊 全知道那些复活的东西 是魔鬼还是其他什么 也许是神的惩罚 也许是圣经中提到过的骑士路 不过也可能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 总之 亚母看着漫山遍野的尸体 他能感觉到 白羊座基地中所储存的武器 根本不能阻止他们 他感觉到 时间末日就要来了 所以此刻 无论之前的队友 对他的伤害有多么的大 但他还是愿意与之一同赴死 在信的最后 这名士兵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是他原本种族带给他的名字 任坤 同样的 白羊座基地中 那些士兵看着漫山遍野的尸体 也感受到了死亡的逼近 刚开始 他们还能用大炮 封击这些尸体 但很快的 这些尸体已经靠得太近了 近道走出了大炮的射程 士兵们只好开枪反击 而在最外层的越南士兵 成为了第一道防线 其他士兵也开始扑到前面 设计这些地狱归来的使徒 突然 一发不知从哪里射来的子弹 打中了曾经写信给美国女友的士兵 而之前那个一直嘴臭他的大兵 居然第一个跑了过来 他呼叫着医疗兵 然后拼命地压住自己战友的伤口 就这样 他们手忙脚乱地将这名士兵送到了医务室 而此时 满头大汗的医生见有伤员送来 猛喝了一口酒 便站了起来 当知道这名士兵是在前线受伤之后 医生悄悄地掏出了枪 然后安慰这两个士兵 他们先回前线 自己会负责照顾这个事情的 等两个士兵离开医务室后 医生将门反锁 而此刻 医务室中的医生 对着正在艰难喘息的士兵 举起了枪 医务室外 白羊座基地的士兵 拼命反抗着这群可怖的丧尸 他们的射击已经不能阻止 这些不断逼近的尸体了 甚至 这些尸体在遭受了炸弹的伤害之后 依然拖着半截残破不堪的躯体 向着白羊座的基地爬来 很快 丧尸们突破了越南人组成的第一道防线 向着美军基地的内层袭来 尚未吩咐手下 现在赶紧收拢战力 最起码要拖延出一些反抗的事件 接着尚未要求 给他一部通讯机 另外一边的鲁勒长官 此时也加入了激烈的战斗之中 他开枪打死两个扑向他的丧尸 可就在他换子弹的时候 一道黑影 张着血盆大口 迅猛地向他扑来 还好 是之前与亚姆分别的军犬 因为丧尸不会主动攻击动物 所以他安然地跑回了军营 扑到鲁勒长官之后 军犬发现他的身上 没有敌人的那种恶丑 所以放弃了攻击 鲁勒也爬起了身 他带着军犬 向尚未那边跑了过去 此时的尚未大叫着 想要打开衣物室的大门 可不知为何 医生将大门死死的锁住 瞧接了几次无果后 尚未发现鲁勒长官的身边 居然跟着一条军犬 于是他开起了军犬和鲁勒的玩笑 他说可以看出 面前的这一人一狗 很有副迹象 是天赐的良缘 正在这时 自己基地的坐标 接着尚未请求通知 自己基地周围的所有飞机 他们的白羊座基地 已经陷入了绝境之中 他在通讯机里请求 在十分钟后 开始对自己的基地 进行集中轰炸 而通讯机的另外一边 也表示收到命令 一旁的士兵表示 他不明白 为什么长官要这么做 可就在这时 一阵白光闪过 一个拿着镰刀的丧尸 从这名士兵的身后 将他的头颅斩落 鲁勒长官和尚未 急忙太将射击 杀死了这名丧尸 而就在这时 看着士兵被丧尸杀死 在自己面前的尚未 被烟雾中突然窜出的尸体 狠狠地咬了一口 而尚未拿着枪 正准备杀死 这个咬自己的丧尸时 却愣着 这人居然是一开始 被他派到外面侦察的 两个士兵中的 名叫汤米的士兵 此时的汤米 哪里还有半分人类的样子 他腐烂的脸上 一只眼睛垂掉着 看着汤米这副样子 尚未磕巴着说不出话来 正在变成丧尸的汤米 想要进一步靠近尚未时 旁边的卢勒长官走上前来 一枪打爆了他的脑袋 他告诉陷入尸神的尚未 现在无论是谁 他们只要变成了丧尸 他们就已经不是自己了 而尚未没有听他的 依然尸神地叫着汤米的名字 在劝了好几次依然无果后 卢勒长官大骂着 放弃了跪倒在地的尚未 他知道轰炸机马上就要来了 就这样 卢勒长官带着那条 突然出现的军犬 经过一番撞击后 终于突破了占地义务室的大门 另外一边 亚姆依然在白羊座基地外 与那些丧尸搏杀着 越来越多的丧尸出现 白羊座基地已经完全被攻陷 跪倒在地的尚未 却望着大叫着 迎来了轰炸机的支援 经过轰炸机的一轮狂轰乱炸 白羊座基地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无论是丧尸 还是留在外面的幸存者 几乎无一幸免 直升机在之后 也开始了搜救工作 两个小时后 亚姆从昏迷中缓缓醒来 医生将一瓶酒 敌到了他的嘴边 询问他要不要来一口 迷茫的亚姆询问医生 自己这是在哪里 医生告诉他 他们是在直升机上 亚姆又一次询问 他们这是要去哪里 医生再次告知 他们要去远离森林 远离越南 远离这场该死的战争的地方 可能先是去西贡吧 因为那里的机场还在运作 之后他们就可以坐上飞机 离开这片人间炼狱了 喝了一口酒后 亚姆发现直升机里还躺着一具 面目全非的躯体 他询问医生 这是谁 医生刻刻着告知 这应该是上位 真的没想到 他被炸成了这副样子 居然还挺了过来 接着医生告诉亚姆 当时支援发现亚姆的时候 亚姆拿着只剩下枪托的骨枪 在营地周围徘徊 如果不是脸色正常 他可能就被当做丧尸射杀了 不知道为什么 被找到的时候 亚姆还大声喊着 古罗马暴君的名字 叫什么尼路 亚姆听到这个名字 连忙告诉医生 那是一条军犬的名字 接着他询问医生 有没有见过军犬 医生告诉他 放心吧 那条军犬还活着 而且那个军犬 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他现在应该跟着 CIA的特工留在越南 CIA的特工 亚姆表示不解 医生告诉他 没错 是一个叫做卢勒的眼镜男 他看上去和那条狗 真的很投远 不过当营救队来的时候 他们没有选择跟着飞机离开 而是留在了越南 向着柬埔寨前进 听那个CIA的特工说 他们好像是去找一个医生什么的了 正在说话间 地面的火焰 照亮了整个天空 亚姆不可思议的看着地上 这里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 这里 就是西贡 这时他们的飞机 已经飞到了美国大使馆的房顶 另外一架停在那里的飞机 大叫着 他们已经承载到极限了 不能再带更多的人了 亚姆所在直升机的驾驶员 看着面前的景象 告诉飞机上的人 这一次 他们不能降落了 只能低空盘旋 因为他看见 在地上已经发生了暴乱 在亚姆和医生 看着飞机下面的情况时 他们的身后 一个身影缓缓坐了起来 是已经失变的上位 医生见状 联盟驾亚姆推出了飞机 措手不及的亚姆 一下子摔在了地上 而此时 飞机上的医生 向着特莱的上位狂泻子弹 而他打出去的子弹 却弹跳着 误杀了飞机上的驾驶员 就这样 那架飞机在亚姆的面前 摔了捆碎 幸运的是 亚姆掉落的地方 居然还有着一些武器补给 以及一个正在想着的通讯器 不幸的是 那些丧尸 已经扑到了亚姆的面前 通讯器里大声叫着 无论有什么人在那里 都请他们坚持住 支援马上就到 他们会救那些人出来的 而亚姆看着面前的一切 已经抱起了必死的决心 他拿着枪 疯狂地射击着 向他扑来的感染者 现在是向死而生的时候 而那个通讯机里的声音 仍然大声地拨爆着 坚持住 他们马上就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